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沪宁相继在北京出席公开活动 前者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后者则出席了全国青联第13届全会和全国学联27大的联席会议 不过习近平继续隐形没有公开露面 只向青联和学联大会发表了贺信 央视新闻联播向来是按官方排位来安排新闻播出的先后 但昨天排名第五的王沪宁的新闻却排在排名第二的李克强之前 原因只因为王沪宁出席的大会有习近平的贺信 青联学联大会五年开一次 与过去15年的三次会议相比 除了2005年那次大会开幕前 胡锦涛等9名政治局常委集体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外 其他规格大同小异 都是由政治书记处常务书记出席 由一名政治局委员宣读总书记贺信 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致贺词 但与以往三次会议最大的不同是 今年全国学联没有再邀请港澳学生代表出席 过往的三次大会 香港澳门两个特区都有学生代表组成观摩团出席大会 也许这与疫情的特殊时期有关 今年的会议是以四项会议形式召开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分会场 但在香港由于受限聚令影响 连分会场都没有搞 全国青联和学联在中国都属于共青团下属组织 是中共领导青年和学生的工具 但昨天出席一众中共政治局委员中 最年轻的中办主任丁缺祥已经58岁 宣读习近平贺信的中组部长陈希67岁 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的副总理孙春兰70岁 连代表共青团致贺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贺军科 主持会议的全国青联主席汪宏艳都已经年过半百 与15年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10年45岁 全国青联主席赵勇10年42岁 10年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浩10年43岁 全国青联主席王晓10年42岁相较 年龄老了一大截 由于近年中共组织路线对团派的打压 对年轻干部的不信任 令中共的干部年轻化不乏 大大放缓 加之近年对退休年龄限制的放松 是中国官场有老龄化的趋势 目前中国31个省市区的党政首脑中 绝大多数党委书记仍是50后 行政首脑则以60后居多 逐渐形成50后书记搭60后省长的格局 但65后的也只有陕西省代省长赵依德 55岁一人 其余多为60头的 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主席 更是清一色的50后 其中新疆广西两区的政府主席 年纪甚至大国区委书记 而60后的书记只有 黑龙江的张庆伟未满59岁 陕西的刘国中刚满58岁两人 云南贵州辽宁三省的书记 甚至过了65岁 国务院26个部委首脑中 也只有6名是60后 按此趋势推算 若未来两年没有大换血 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时 各部委一把手的年龄都在63岁或以上 都无法连任一届了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举白旗呼吁美国休战 数周来中国在与川普政府 不断升级的口水战中 煽起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由于川普总统为了寻求 在11月竞选连任 而越来越多的将北京当作攻击目标 中国正在释放缓和信号 呼吁休战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外交官接连呼吁 与美国和平共处 放弃了之前所宣称的 北京的威权体制更为优越的说法 鹰派学者现在强调缓解紧张局势的前景 而不是鼓动中国挑战美国的军事实力 官方媒体的记者 按下对川普总统的直接攻击 奉命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 有种反思是 我们不应该让民族主义或一时冲动 把外交政策给绑架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员许钦多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强硬的辞令不应取代理性外交 通过缓和措辞执政的共产党 希望减少过度的民族主义 损害北京的全球形象 或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失控加速的风险 川普现在把攻击北京作为竞选活动的一个焦点 他的政府也接连不断地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中美关系处在危机关头 就在最近几周 川普政府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 对共产党员实施制裁 声称将取消一些学生和科技公司员工的签证 并对中国两大热门社交媒体网络拟议限制 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国外时 也敦促各国团结起来对抗中国的暴政 由于不愿让步或显得软弱 中国对大多数制裁做出了相似的回应 比如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并制裁美国政客 但在反驳蓬佩奥的批评时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递上了橄榄枝 称中国政府随时可以重启各层及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以讨论华盛顿所关心的问题 王毅必谈对中国所谓战狼外交政策的严厉批评 这个词出自中国一个宣扬极端爱国主义的系列电影 就在三周之前 王毅还告诉俄罗斯外长 美国已经失去了理智、道德和信用 近几天 多位高级官员一再呼吁进行对话 包括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和驻美大使崔天凯 周三中国另一位高级外交官乐玉成指责美国政客撒谎抹黑中国 但他也说两国应该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努力避免关系失控 变化是美方不断的去冲击 如果中方再去跟也是不公通、不对话 只是无端的跟上的话 可能就会让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宋国友 这样描述外交战略的转变 所以中国可能确实向美方密集的释放这样一种信号 就说希望能够冷静的和美方来处理一些事情 宋国友说 某种程度上中方要求克制的示意 似乎也是为了向川普的民主党挑战者 前副总统拜登 即让中国看到有好未来的其他政客发出信号 中国官员认为拜登不像川普那么无偿、刻薄 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 许多人担心他会继续推动美国在人权、技术和其他问题上 对华采取严厉行动 未来在民主党治下 紧张局势仍有可能加剧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宏说 尽管语气有所缓和 但中国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 即美国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压制其崛起的对手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继续推进强有力的议程 包括打击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激进主义 哪怕面临美国惩罚的压力 习近平政府仍在例行谴责美国是恶霸和伪君子 但中国咄咄逼人的举措也引发了与其他国家的争端 包括印度、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随着中国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 习近平现在可能寻求塑造一种少一些对抗的形象 北京的措辞似乎旨在缓和其盲撞的外交和严厉的政策 在全球引发的反弹 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白杰宜说 随着川普对中国惩罚行动升级 据接受采访的中国记者称 北京的宣传部门指示官方媒体淡化不利新闻 限制对战争的讨论 努力避免在国内激发愤怒 上个月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关闭的消息 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十足象征 却被共产党的党报人民日报 埋在了第三版底部一条只有两句话的简讯里 川普上周签署两项行政命令 限制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在美国的使用 这件事甚至没有登上晚间新闻 那是中国收视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 中共坚定的民族主义小报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说 他对中美关系恶化的速度感到惊讶 他说在这种氛围下 他的报纸有义务不激化双方的冲突 并试图限制发布可能激起美国人仇恨的内容 每次美国怎么打压中国了 我们一般都会强调这是美国政府干的事 胡锡进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一般不去把这种敌意说成是整个美国和美国人的 尽管如此 胡锡进上月底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建议中国应该尽快扩大核弹头储备 以威慑美国引发了一些批评 一名著名的核武专家异常直接的指责 这种言论式炒作 并称其目的是在党和军队中煽动不满 要平息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怒气恐怕不容易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 类似美国今年将会崩溃 美国敢和中国开战马表提的攻击性言论 调查显示公众对外交政策普遍持强硬态度 倾向于增加军费开支 并采取更强硬的方式捍卫中国的领土主张 北京继续对台湾采取强硬立场 对这个自治岛屿宣布主权 周四还表示在它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 某些情况下中国网民会攻击那些措辞温和的学者和记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教授金灿荣此前曾表示 中国应该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自信的角色 挑战美国的影响力 他说中国有能力摧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 而最近金灿荣称中国应该与美国打齐战 而不是挑起武装冲突或冷战 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 他因为态度温和而受到批评 在一次采访中金灿荣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 称在美国大选前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更高 而中国会保持低调 不打第一枪 他说我们不会挑事 尽管中国改变了策略 其成功可能也是有限的 在摧毁与中国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 川普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放松的迹象 周四国务院表示将把中国政府的教育机构 孔子学院的总部指定为外国使团 此举被中国批为完全不可接受 除非中国官员愿意付出超越和解承诺的东西 川普政府不太可能理会停火的呼声 北京可能需要对南海军事紧张 或是习近平对香港的镇压等问题 拿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没有实质性的利益交换 避免重大冲突的状态不可能保持下去 人民大学的美国研究专家石英红说 国安法被自己人嫌弃 中国科企纷纷跟祖国切割 逃出生天 社交平台BIGAL公司决定把其服务器 从香港前往新加坡通过脱离港版国安法的管辖 来表明自己洁身自好 与母公司保持着独立性 据美国之音报道 香港从7月1日开始实施国安法以来 一些中国企业陆续离开这个 曾经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殖民地 以避免因国安法而给他们在海外发展 而造成的困扰 7月份在海外市场非常洪厚的TikTok 高调宣布退出香港 TikTok在海外发展虽然顺风顺水 但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 TikTok和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等 都因为与中共之间的关系 而使其美国业务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TikTok不仅躲开了香港国安法 也把自己所有的数据库设在海外 美国用户的数据储存在美国 新加坡是该公司最大的数据中心 TikTok一再承诺 它不会把海外用户的数据提供给中共 Biggle是一家视频社交网络公司 与应用程序制造商 字节跳动技术有限公司的TikTok 属于同一类型的社交媒体 也是TikTok一个吨位较小的竞争对手 Biggle成立于2014年 其旗下的Biggle Live是一个视频直播平台 有注册用户2.25亿个 Biggle服务器搬迁的决定发生在美国对在美运营中国企业强化审查的时候 也是在中印边界冲突后 印度大规模封杀中国应用程序的时候 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字节跳动公司说 由于安全原因 美国将封杀其短视频分享应用TikTok 川普还表示 中国在美国运营的企业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控 Biggle公司的Biggle Live是TikTok的竞争对手 但还没有被美国当局点名 该公司的一名高级主管私下对路透社表示 希望Biggle Live不会陷入麻烦 路透社引用Biggle公司政府关系副总裁麦克王的话说 不幸的是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想法 麦克王表示 公司运营完全独立于其母公司欢聚时代 欢聚时代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它在去年以21亿美元的价格 并购了Biggle公司 Biggle是在我老之前的 英文缩写 欢聚时代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学龄 是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麦克王表示 他的公司在中国没有业务 公司在海外有自己的管理团队 资源和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 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 北京当局可以依此法 要求企业提供用户数据 因此这就迫使那些寻求在海外市场发展的 全球性技术公司开始撤离香港 香港发生的事情令人担忧 麦克王说 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一定要把服务器迁往新加坡 Biggle在印度 美国 欧洲和中东等市场上都有业务 他在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容量最大 尽管Biggle反复强调其独立性和他与新加坡的特殊关系 但印度还是在今年6月对包括Biggle在内的许多中国应用程式 实施了封杀 印度方面称这些应用程序对印度的主权和完整构成了威胁 印度和中国军队5月份在中印边界的加勒万河谷一带 发生了流血对抗造成人员伤亡 是两国40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冲突 印度是Biggle的最大市场之一 该公司海外5000名员工中有大约五分之一都在印度工作 Biggle公司表示 它已经请求新加坡和印度政府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新加坡是向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最喜欢的地方 新加坡大部分人都是华裔都可以说汉语 Biggle所做出的保持自身独立的努力 看来并没有能够避免受到外国政府的打压 如果外国政府处于政治目的封杀应用程序的话 海外公司与中国大陆的母公司之间的关系如何 似乎并不起多大作用 麦克王在谈到公司是否考虑让Biggle挂牌上市 分散股权或者出售其在美国的业务等问题的时候表示 这些可能性都在考虑但它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人们都居家隔离 Biggle受到用户的欢迎成为母公司欢聚时代的一个主要增长来源 Biggle Life的月活动用户人数今年以来增加了30%多 该公司说欧洲和北美是这家公司发展最快的市场 美国制裁令发威 林郑使用信用卡受阻 邓炳强遭银行限制服务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最近分别接受传媒访问 在向国家表中 两人不约而同的被问到遭美国制裁之后的影响 林郑接受央视旗下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时 则指有关制裁为个人带来少许不便 如在使用信用卡时有限制 但他扬言不会被制裁吓到 邓炳强则批评别国因政治缘由 以黑帮手法将其打压 并承认部分银行服务遭暂停 他称自己心安理得 晚晚安枕无忧 自赞工作问心无愧 走出街很安然 据苹果日报报道 在制裁名单上 自言不向往到美国 并可以主动注销签证的特首林郑月娥 接受央视旗下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 指有关制裁虽然为个人带来少许不便 如在使用信用卡时有限制 但更重要的是 他及其他官员也能对在此历史时刻或中央信任 实施港区国安法 维护国家主权深感荣幸 扬言不会被制裁吓倒 林郑并批评美国政府制裁特区政府官员 只是基于自身利益 又指香港有一小部分人倾向对中央政府更激进 及更批判性 故容易成为美方采取制裁的地方 认为有关行为应受香港人 以致国际社会谴责 港版国安法生效一个多月 警方拘捕多人 据报通缉多名海外人士 林郑接受央视中文访问时形容 国安法有政协之效 而受到制裁 香港公司或专业人士 现在较难打入外国市场 我们就必须把重点转到中国庞大的市场 尤其是在我们毗邻的粤港澳大湾区 他又再次为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式辩解 指香港正处于高度政治化及两极化状态 他作为特首 做出有关决定 是会引来不同揣测 但没有是比香港人民的姓名更加重要 故在7月疫情再次爆发时 考虑到能否维持选举公平性及安全问题 结论是不能够冒险 重申认为其决定是正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